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控制质量 自己定价格 所以说比我们老边的人说敲钱得多 这种不是意见 应该是在许的感觉 十棵橘树卖橘子就可以年赚四万元 村民心里知道这都要感谢一个年轻人林东东 市面上一般的橘子五元钱左右一斤 可林东东却用自己的方式让当地橘子的销售价格最高 买到十倍以上 树林越老它种出来的果实会越好吃会越甜 树林新的我们卖的便宜一点就快钱一斤 二十年树林的二十块钱一斤了 三十年树林的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六十块钱一斤 就是十八个装的十块钱一个 如此高价的橘子在全国橘子产区也不多见 而林东东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做到了 橘子销售旺季每天能卖三万多元 相当于一天在网上卖掉约三百箱橘子 林东东是什么人 他怎么能把普普通通的橘子卖出高价 这还得从林东东出国学习的那段经历说起 十八岁那年林东东因为学习成绩差 父母怕他考不上大学丢人 一张机票就把他送到英国去留学了 我一句话都不会说 就会有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其他什么都不会 学校里面会有派给人来接我 英国人举着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林东东这个拼音 我就跟他上车了 他准备开车了 他跟我说了句英文 那我其实我听不懂 我说yes 他哭了一分钟 看我没反应 他就不跟我说了 直接把我这个车的安全带给我系上去 出国学习并不是林东东的本意 挫败感悠然而生 小学的时候 他就被父母送到李家 三十公里之外的寄宿学校读书 好像被抛弃了一样 进入中学后 泡网吧谈恋爱 甚至喝酒打架 他用顽劣的方式 宣泻自己心中的郁满 我是从八月十五号要去英国 我在十月二号就一个人坐上飞机去了英国 因为相差了一万公里 我们那些是白天 这些是黑夜 我们基本上通话联系时间也越来越少 出国学习说起来好听 其实在林东东眼里更像是发配流放 万里之外的世界陌生而又冰冷 吃力学习功课之余 林东东经常逛超市买吃的 一次不经意间的溜达 就让他有了新的触动 看到橘子 林东东觉得很亲切 他的家乡就盛产无核蜜菊 可家乡的橘子每斤只有几毛钱 林东东十分好奇 英国的橘子这么贵 难道更甜更好吃吗 我就在那边买了最贵的一个橘子 吃起来都没有家乡的橘子 口感这么好 没有尝到家乡的甘甜 林东东失望了 他开始想念家乡的味道 空闲的时候 他几乎走遍了那座城市所有的超市 他渴望感受和家乡一样甜蜜的感觉 你到超市看到水果 我们第一眼都会希望 这个麦尔柑橘这个产品的产区 先去逛一下 然后看看他这个柑橘是长什么样的 然后价格是多少 然后我会把他每一种的柑橘 我都会买回家里去尝一尝 超市里包装的像贵重礼品一样的橘子 却吃不出家乡的甘甜 味道一般却能卖上那么高的价格 再想想当时的高额汇率 思乡之余 林东东第一次对钱 有了新的认识 那个年代 英镑是 英镑的13块钱人民币 还有很贵 那时候说在国外赚钱到国内花 我们现在在国内清新苦产的钱 要供我到国外花 就特别舍不得 父母在局员里劳作的身影 一次次映射在林东东的脑海里 渐渐地他开始理解父母的苦心 他后悔自己顽劣的中学生涯 他开始省吃俭用 他开始想努力学习 拿出个像样的成绩回报父母 省吃俭用 林东东可以做到 然而好成绩谈何容易 去英国大半年 他充画费还需要别人给翻译 底子薄 基础差 林东东一次次陷入绝望 他开始考虑别的途径 学习这条路走不通 他希望用别的方式证明自己 我就想把我在国外看到的 跟学到东西 用到他们身上 把我们的橘子卖得更好一点 让他们更轻松一点 林东东开始留意英国橘子的不同之处 他发现橘子的商标上 还有原产地 种植户的名字 有的还印上了农户的照片和电话 他深刻体会到家乡农产品品牌 和精品意识太落后 经过一年的观察总结和思考 林东东认为 他发现了英国橘子 卖出高价的秘密 整个包装军计划 品牌有 这绿色的认证 可溯源的体系 就是老百姓会很安心 放心地去购买他们的产品 我们生产的农产品这么多 往往都是农民 在农民手里种得好 价格都没有卖得很好 林东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弃学业 回国 我那个突然给他打了电话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买好 下星期的机票了 我说我要回国了 回来种局资产 立马就把我提包给挂了 归心四届 一张机票 他就回到了国内 回到日思夜想的店头村 林东东看到什么 都感到那么亲戚 然而看到儿子突然出现在眼前 林东东的妈妈非常气愤 跟妈妈不同 林东东的爸爸似乎明白 因为根本学不下去 儿子才半途而飞 他担忧的是儿子 将来在哪里 林东东突然回国 也成为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看着父母的伤心 和乡亲们的不解 更让林东东下定决心 要把橘子生意做起来 他第一时间走进了局员 却发现成堆的橘子 根本卖不出去 没有销路 只能烂在树上 整天为卖橘子发愁 林东东想 为什么不能想办法从网络上发橘子 直接卖到外地呢 他兴奋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乡亲们 骗子就这样想 谁用啊 那个都是骗人的 摸不着看不见 在父母眼里 林东东上学成绩 一落千丈的罪魁祸首 就是沉迷网络泡网吧 他们打心眼里厌恶互联网 而在乡亲们的眼里 林东东是一个顽劣的辍学孩子 他的建议自然没人听得紧去 这小年轻他能把几只搞好吗 他懂吗 他怎么中文也不知道 林东东的一腔热血 彻头彻脑地被浇了一盆冷水 为什么我这个挫败方式呢 大家都不认可我 他说网上我们肯定是不会去卖的 挫败感再次油然而生 尽管所有人都不信任他 但父母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一张机票把他送走 林东东开始把时间花在果园里 他第一次认真学习打理果园 追着技术员学技术 到批发市场卖橘子 甚至有机会就去参加各地的展会 推销橘子 直到一天 在北京参加展会的他 接到了父母打来的电话 打乱了眼前的瓶颈 我在北京那个农产馆 在卖橘子 他们两个人有电话打给我 说我们合作社 因为经营理念的不同就分家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合作社品牌 也是那时候稍微也非常有名了 然后还有现有的那个生产厂房跟土地 一个选择是17亩土地期间厂房 另一个选择是拿走合作社的农产品品牌 无论怎么看 大多数人看来都会选择前者 毕竟到手的才是实在的 对我说肯定要 我都要房子 平白我肯定不要 房子我拿了一百万 做了轻松吧 父母认为 一年百万元的租金收入 对于农村人来说 养老和护儿子周全是够了 他们不想那么辛苦 林东东回来重操副业 他们总觉得不踏实 林东东不 妈妈我不 虽然拿了土地 拿了厂房 租筑是一个最稳的一个赚钱的方法 以后我未来我能干嘛 除了收做房租 但品牌我说价值是无形的 林东东的坚持让爸爸妈妈出乎意料 他们看到儿子回来这段时间 整天沉浸在局子当中 或许他真的不愿意化地为牢 难得林东东第一次这么认真 为什么不再给一次机会呢 既然儿子选择了这条路 不如就陪他再拼一次 晚上十点钟左右的时候 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你确定想好没有 他说反正未来所有 我们留下的东西 反正都是给了你 父母的支持 让林东东感受到了爱和责任 他等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但也深知里面的挑战 容不得自己有一丝马虎 你弄得好 可能越来越 越值钱是一个无形资产 如果你做得不好 这品牌可能到时候 就一分钱都不值 按照计划 林东东开始尝试网络销售 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一开始困难 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 一个月生意一单都没有 每天下午的时候都会问一下你 今天单子接了没有 又没有 又没有 这一听又没有的话 你心里还是有点非常低落 那段日子昏天暗地 林东东不停地研究 网收技巧 店铺内容设计 直到有一天 消息提示音响起 有人网络下单 他的橘子第一次通过网店卖了出去 这给林东东燃起了希望 这也给村民们释放了一个 颠覆他们认知的信号 看到他一想一想说 这个干嘛的 他说这发网上的 网上在哪里 我说我问他 他说我在电脑上 那个就是下的那个订单啊 人家 第一次就是 他觉得这个很奇怪 就素不相识 怎么会在你那卖橘子呢 这个新闻传遍了小镇 林东东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 我说你不认识的人 咋给钱啊 他们说注册是什么东西 那注册之后怎么开啊 很多人一无所知 就筹八手的 在电脑房里面 叫他们从注册账号开始 到那个 开取店铺名啊 林东东突然有了存在感 他下定决心 要把自己的想法变为现实 我们也不知道卖哪里去 也就是尝试着在网上卖一点 第一次触网卖橘子的风情 忐忑不安 掩饰不住的紧张 直到一位来自杭州的顾客 购买了两箱秘菊 给他带来了就为的喜悦 那信息一过来 我钱到了 特别开心 特别有成就感觉到 我能在网上把橘子卖出去了 趁热打铁 林东东和当时一群 年纪相仿的小伙伴们 开办电商培训课 手把手教乡亲们开店 主策装修店铺 你的销量做起来卖得好 传播得很快 他们网上聊天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说 某某某某某 他的网店生意特别好 这个一下子大家就散开了 村民们再也不用 把橘子搬运到公路旁卖了 也从一元钱一斤 没销路的尴尬 变得有市有价 最便宜的也要美金五元钱 收入一下子高出了好几倍 用全秘菊的销路渐渐打开了 自从我们开了网店之后 我们的生意开始 陆续慢慢接过来了 你想想看 我们以前都是对单一的散户的话 都是一箱两箱开始卖 那现在开始接到这种 大定单大公司的话 我们就开始这个 一下子四五千箱的量 我们平时在线下的话 要卖一个星期才能卖这么多的体量 响当当的销售数据 也让老辈人不看好电商的观念变了 甚至在外打工的人 也回来尝试电商 因为永泉秘菊 甜度高 话扎好 很快竖起了口碑 接下来连续一个月的时间 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多了起来 我说 我就卖给你好了 他说 你光卖给我不行啊 永泉那么多菊子 都需要我们去卖呀 是你自己卖的那个销量更多 收益更多 正当大家享受着网售的喜悦时 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橘子卖家和买家 谁都不想承担运费 这笔账林东东不止算了一次 也不是我们不想包啊 真的是运费成本太高了 运费这个成本 占到我们橘子的销售额里面 要占到30%的成本 就在此时 一家北京电商平台 要跟永泉谈合作 他们的线下客户购买橘子 就直接从永泉一键带发 并且估算的体量还很大 可是有一个问题 却让林东东很为难 那就是运费 他们从北京那边 有订单之后 从泰州那边发到 单下发到北京的话 你给我到北京包个油呗 我说这包不了 我说我们橘子才卖80块钱一项 你到北京的油费 如果用普通快递要好一点 用好的快递 油费要五六十块钱一项 我说我这个橘子 还要亏钱给你 到时候的鸭子眼看又要飞了 但林东东不甘心 他绞尽脑汁 试图找到一个化解的办法 终于在水果市场 批发橘子的精力闪过 一下子点醒了他 我们不是以前 不是都通过批发市场的货了 我就想用那种大挂车 把我们好的局质 包成里和装的 也可以运购 用到北京去试试看 他第一时间联系物流 详细咨询 运送方式和价格 确保可行后 林东东打算 跟北京的电商平台 做进一步的商谈 不做散单待发 选择批量订购 把一箱箱橘子通过卡车 统一送到平台 设在北京的仓库 再由平台安排销售和同城配送 林东东算了一笔戏账 我说我500箱统一通过物流车 到北京也才3000块钱 那你500箱的话 算下6块钱一箱的成本 我说你看从63块钱的成本 避到6块钱的物流费用的话 那你在北京的市场就能打开了 每箱的运费 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 实现了很大程度的降本增效 最终跟这家北京电商平台 达成合作 林东东也有了新的打算 他要借助北京市场的不断打开 在更多的公众平台电商 开设更多的网店 拓展网络销售 把我的货 先供给别的做电商人的 那他们先帮我尝试地卖 把我的牌子先卖出来了 以后有别的好的局道 有什么好的货源 也可以对接一下 抱团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概念已经不一样了 好的品牌 好的渠道 固然能带动销量 但打铁还需自身硬 它要分两步走 给永泉秘居增值 我们过去从 单纯从数量上去创造价值 到我们现在去从 提高精品果律上去创造价值 精品农业做出了名记 利润增值显而易见 林东东算了一笔明白账 这颗数精品果律 你说10%是卖60块钱一斤的 就600块钱了 再10%是卖20块钱一斤的 200块钱 再10%卖9块钱的 90块钱 你下面少卖点 上面的只要上面顶头的橘子 你能把它给精品果 给你做生长一点的话 你的创造价值就已经不一样了 提高乡亲们的种植管理技术 这是他的第一步 林东东找来专家 农业师 定期到橘林里开办培训班 通过发赠品的形式 吸引乡亲们接受新技术 过来听的人 每人送一包肥料 来吸引他们过来去听 但都真的到他们听了三四之后 感觉他们专家讲的是 很有道理的情况下 现在这些农民 他们就很愿意过来学 从改变传统的销售方式开始 林东东这个名字 已经在村民心里 有了重新的定位 林东东也很喜欢这种变化 然而他觉得 只是变化还不够 橘子的销售时间一年就一个季度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 那农民一年就靠这三个月 赚钱养活一家 其他九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花钱 如果我把这个销售时间给延长的话 那农民是不是可以多赚点钱 林东东和中国农业科学院 以及浙江省柑橘研究所合作 研究通过精准化智能温控 精准变量施肥系统等先进技术 让橘子上市成熟足足提前了两个月 这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 如今 永泉镇柑橘收入 占当地农民收入的80% 柑橘电商销售额仅4亿元 林东东凝聚起近300名农村青年创业 带动1000多位大学生返乡 2015年度的时候 我们录选了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明明我们的农产品在全国各地都受到别人的认可 这个是我获得了浙江省农村青年 致富带头的标兵的称号 曾经顽劣的林东东 在领悟父母的关爱后 用另外一种方式 递交了一份优秀的大卷 90后的他正在用年轻人的朝气 给家乡农业注入着新鲜冻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